我本來上台如果第一個我就要感謝大S 因為是大S鼓勵我我才有勇氣在康熙結束了幾年之後 重新回到主持界 因為那個時候我很害怕我不會主持了 或者是觀眾不喜歡我了 然後是大S一直鼓勵我我才踏出那一步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他 入圍其實就是肯定有沒有想說 好那之後再多開幾個節目之類的 沒有要多開幾個節目我就槓上小姐不吸地了 我就不幸得不到家 如果明年入圍了但還是得不到獎 我覺得可能就是搭檔的問題 你千萬不要這樣怪你自己 又來 不會啦我覺得被觀眾喜歡這件事情是比得獎還要更難的事情 我也覺得 只是一集來我們當主持人都是這樣講 都是這樣想 就是如果有觀眾願意看我們節目 然後因為我們節目 然後感到開心啊 放鬆啊 或者是好入睡 那都是我們當主持人最大的成就感 S姐跟她評審就是說 你在那個評選的時候 第二輪就起步了 然後呢就是沒有進到 總共有幾輪啊 總共三輪 喔 在第二輪 我覺得有點可惜啊 這女王大人都起步 其實梅德獎就是梅德獎 我管她在第幾輪止步 就是梅德嘛 我們就接受這個事實 It's OK 就是梅德 但是節目還是會繼續做下去啊 未來還是有機會的啊 反正無論如何 我就是要看到派翠克得獎走上台 獎感演的那個畫面 哇 好感人喔 所以在我拿到之前 你都會一直在我身邊嗎 因為剛剛講的方向有點像這樣吧 因為是想要看到我上去不是嗎 你是說一直在你身邊 是說Everyday Every Thursday maybe 我們禮拜十錄影 不好意思 對啦 因為現在跟她主持真的默契很好 然後也很開心 是 所以我真的希望她可以得獎 我會加油 我真的會努力 那S姐有什麼話要對得獎的這個節目說 得獎的節目是 碰個順個可莉姐 我真的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料事如神 因為在要公佈的時候 我就跟派翠克耳邊說 一定是順哥他們會得獎 對 突然補了一句這個 對他就這樣 就是說你幹嘛 幹嘛 對 然後就是他們得獎 可是輸給那個順哥 碰狗 還有可莉姐 我覺得心服口服 因為他們畢竟都是長輩 而且碰狗真的很長輩 所以 也不知道 時間被分再分就對了 不是因為碰狗能夠主持的 時間不知道 哎呀話不多 話不說滿 就是說 這麼長輩的長輩 他們還可以做出這麼好的節目 輸給他們我心服口服 所以康熙就真的先暫時沒有 都沒有 都不好 因為他 雙刃熊跟我們提要做康熙 可是 我真的覺得康熙就無法再超越了 現在做大家只會覺得說 一時的新鮮感 可是他們一定會說 啊還是不要出來好了 嗯 所以我不想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美好的事物 就讓他停留在那邊 因為這樣好像有說 要做一個中年慶的一個 什麼系列之類的會有嗎 還是就先演的會 我是覺得真的不用了 因為做了然後大家會覺得說 蛤 就這樣喔 我不想要有這種感覺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